補習班老師 這個老師很會拍照這樣 有一天那個老師就問我 就跟我說 然後他說他最近想說 好像可以開始練一些人校 他在家有一個攝影棚 要約你去他家 然後就拍一拍拍一拍 就說等一下你那個衣服 那個衣服那邊沒有弄好 然後他就說要幫我喬 然後他就這樣子喬喬喬 然後就 就是這樣磨下來 我那時候也搞不清楚 我想說可能是不小心的 然後拍一拍他又說 等一下你那個頭髮 你那個頭髮那邊有一根 喬一喬然後要這樣磨下來 然後我就想說好奇怪 我就開始有點不舒服 他也滿直接的 就後來就直接問我說 他直接這樣問 在念書的時候 然後是老師 老師 對 補習班老師 那時候的狀況是 因為我就是補習 然後那個老師 他是平常除了在教科之外 他也很喜歡照相 然後因為他的教室裡面 真的他時常會貼滿 各個不同他的那個 攝影的作品 真的也拍得滿好的 然後因為他又很愛旅遊 所以就是常常教室裡面 都會有哇 各國不同的那個照片 然後我們都 學生都覺得說 嗯 這個老師很會拍照這樣 有一天那個老師就問我 就跟我說 然後他說他最近想說 好像可以開始練一些人像 然後他就說 可是就是其他同學 可能比較 對鏡頭會比較害怕 他說你有在上節目 開始有在上一些節目的話 你是不是比較 可以對鏡頭擺Pose 然後我想想也是啊 因為其實以前有一陣子 大家都會有時候會接一些外拍 或什麼的 就去給人家拍照 他不怕鏡頭 可是鏡頭很怕他 到底是誰怕他的啦 蛤 我跟你講 我就是要先告你 人在性海 等一下錄完就會在那邊 你先去施行 其他就是鏡頭怕你啊 然後那個攝影師 那個老師找你拍 然後我就聽起來 就覺得好像也蠻合理的 而且因為那個老師 平常教課真的很認真 然後他也真的很常貼出 各種不同他的作品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那是他就是很真心的 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也覺得沒有關係 他是約說就是要去路上拍 那我就覺得路上拍 很合理啊 對啊 就是像一網拍 有時候會在路上拍一些街景 這樣子 我覺得很OK 拍之前他也會傳那個 傳給我看說說 你看這條街 這邊這樣子拍起來 大概為什麼樣 就很認真跟我討論說 對 說我有看這個景 然後這個路啊 然後這個店啊什麼 拍起來應該會蠻好看的 就超級認真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 很正派 很棒 很正派 對 然後那天就去了 然後就真的也是 而且他也沒有要求我穿少 他說你就穿你喜歡的衣服 來就好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穿的 就穿得很多啊 就穿一般 一般學生會有的這樣子 可能就只是洋裝這樣 然後就去路上拍了一些 都非常正常 然後後來拍一拍他就說 他在家有一個攝影棚 他說他攝影棚 他今天有特別佈置 然後就有給我看說 你看我不只能這樣 然後我們再去棚拍 棚拍個一組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那時候 因為我看到那個攝影棚照片 然後他佈置的 就也很 比如說像這樣子 好可愛喔 就想說他很認真耶 就是滿認真在做這些事情的 然後因為你又很相信他 他是邀約你去他家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 他住的那個 就是我們拍照的那些街景 離他家也都很近 就是走路大概兩三分鐘就到 我就想說好啊 他都佈置攝影棚 然後剛剛拍了這麼多 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其實心裡就 就覺得沒什麼 OK喔 然後就去了 就去 然後就去他的攝影棚 然後真的也很可愛 然後就拍一拍 就說等一下你那個衣服 那個衣服那邊沒有弄好 然後他就說要幫我喬 那我也就覺得沒什麼 因為就真的不會多想 因為前面都這麼正常了 比如說攝影師想 快點就是幫你喬一下 對 然後他就幫我 他就說我幫你喬 然後他就這樣子喬 然後就 就是這樣磨下來 我那時候也搞不清楚 我想說可能是不小心的 對 就想說 而且只是想說使手臂而已 也沒什麼吧 然後就想說好 那就繼續拍 然後拍一拍 他又說等一下你那個頭髮 你那個頭髮那邊有一根 那也滿正常 因為常常也是攝影師 拍網拍攝影師 會說那個頭髮那邊要用好 那我們那天又沒有舒緩 然後他就說我來幫你用 然後又這樣子喬一喬 然後又這樣磨下來 然後我就想說好奇怪 我就開始有點不舒服 然後他到後來 就真的是他第二次 他下一次我就覺得很奇怪的時候 但他就 他也滿直接的 後來就直接問我說 那可以親一下嗎 他直接這樣問 然後我就說 我不要 然後我就 然後他就說你現在有 他老師就問我說 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就算沒有 我那時候也說有啊 他等一下要來接我 對 然後我就講了這些之後 反正後來 就我就說 那個時間差不多 我就說我要趕快走了 對 然後我就趕快撈跑 就我當下立刻東西收的時候 啪 他就趕快撈跑 你先趕快撈跑 你先進來 你先進去 你先進去 這師傅 叫做 你 叫做 你